我亲爱的伙伴们啊 我这个视频又重录了一下 我刚才 我来说这个大将Pocket 3非常不错啊 Pocket 3 有什么人脸跟随功能 没想到我丢了 刚才这个弄的就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的混乱 重新又调啊又对焦啊又什么呢 他也对不上 这就只能重新录了 我刚从这个图书馆 出来 把它和大家聊聊天 挺长时间没有做这个视频了嘛 大家挺关心我 就是我在日本怎么样啊 等等等等 我在日本挺好的啊 伙伴们不用担心 其实跟大家闹点这个敏感的啊 也不算敏感 就是现在话题的热点 那个 苏走永旧日本人的那个 咱们现在叫民族英雄了 是吧 叫胡女士 她全名我记不住啊 我就记得姓胡了 也有可能姓都记错了 是吧 这个不重要啊 就说这个事 这个事出来之后嘛 你看很快就给定为什么建议勇为啊 等等等等 我相信啊 他这个定这个建议勇为 应该是跟这个政治有关系的 因为这回 旧的不是日本母子 所以说他跟政治有关系 他就快速的给他一个封号啊 就说是民族英雄也好啊 说是建议勇为也好啊 等等等等 这样不就是有一个交代了吗 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一笔不菲的这个赔偿金啊 当然这个都是应得的啊 就是给几百万 我觉得都抵不过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来的重要啊 所以说这个钱不钱的这个 在生命面前就没法去衡量这个钱 到底能不能安慰到这个胡女士的家人了 这个事出来之后 我看就各界吧 这个大V什么呢 都纷纷的开始说了 你比如王志安就说 这个事出了就是因为你共产党闹的 是吧 你杀活的 就是因为你杀活 你看他杀日本人 我说就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真敢杀人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 他也不怎么分什么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对吧 那你说那个 胡女士还是中国人的 那怎么也要给他杀了 难道把他当汉奸走狗卖过贼了吗 这显然就很可笑的一个事啊 所以说说他针对什么日本人的这个行凶 或者是说怎么样 我认为啊 这个可能是 就是就是这么做比较激烈 是吧 我跟大家这么说一点啊 王志啊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 情况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救这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相信不相信啊 就是这些 所有做自媒体的这些博主 就是纷纷为这个胡女士点赞呢 叫好玩说 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帮人啊 就是摇旗呐喊的这些人 这些人是不会跟这个胡女士做出相同的选择 嗯 他跑得比谁都快 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啊 就天天宣传正能量的人 或者是说把自己标榜的特别正义的人 他老是就是怎么说呢 装得很像胡女士 但是其实呢 他不是胡女士 其实一度的难道女长 来海外以后吧 就是 我以前各国内吧 我有点小分情啊 就是说对共产党特别不满 有两个不满 一个是这也不满 另一个呢 是那也不满 呃 当我来到海外以后啊 我对共产党的怨气 好 好了很多 这个人还是应该 呃 多见识见识这个世界 你才会有 不同的发现 才会有不同的想法 当然你说我现在就拥护了 那那也不是啊 也不是 是吧 那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我就 那些问题让我都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很难去生存下去 你比如说假话呀 不说假话 办不成大事 这种民族的一种氛围呀 或者是说这种做人的一个逻辑原则呀 是吧 这种苟且呀 这是我确实是不齿的啊 所以说 这个确实是他的弊短 你包括他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包括他这个阳风阴违呀 啊 腐败呀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啊 我都看不惯了啊 但是 可但是啊 但是是重点 但是当我 这个 又多了一个这个烧粉 但是当我来到海外以后吧 我就是对国内的那些事情啊 看的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你包括这回胡女士的这个事啊 我会跟大家以一个全行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旁观者 对吧 那我觉得那胡女士确实是民族英雄 确实是怎么 就用那些 有的中国人的那个自媒体的话讲 说他没丢中国人的脸 怎么这么地的 就是说这种话的人 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啊 我就觉得就特别特别搞笑 就像王子啊 你绝对不会去救这个日本母子的 你别看他标秉的 他自己多么的伟大啊 他不会的 包括他的那些追随者 也是不会的啊 其实这个胡女士这个事你怎么看呢 就是看你从角度 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啊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我觉得那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假如说这个胡女士是我的亲人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肯定不行了 对吧 我肯定就是 我不会同意的啊 说为了他人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体现什么民族气节 我这个时候我就说 去他奶奶的狗屁民族气节 活下来最重要 对吧 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家人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认为吧 就是其实自己的妻子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后来就是我 怎么说这个事呢 其实有的时候夫妻之间 你想达到这种什么舍己救人的这种 情况都非常非常的难啊 我记得以前我这个认识过一个女性啊 女性有人吧 啊 就是公然呢 就对那个什么 比如说什么掉河里来那种事情发表评价 我说我心讲话的 我说那你你是 你有什么那个 特别正义的价值观吗 是吧 我就我挺一挺 他说他们 我男朋友要是掉到河里了 我没法救他 是吧 我可不敢救他 万一我死了呢 是吧 我顶多打个电话找找人 是吧 哎 比较有意思的啊 哎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但是我想说啊 这假如说是我的孩子掉到河里 我不会游泳 我也给救 你看这就是人性 对吧 人性的一个死了 你比如说 你假如我的亲人 对吧 你掉里头 我也得救 我以前认为这个 另一半掉到河里 我都能救 哪怕不会游泳 你也得想办法 是吧 你也得就是冒一定的风险去救 到后来 我就是 就遇到这种人特别多了 我也我也画魂了 是吧 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这种人 他还是跟你没有那么亲 所以说 我回归到后来 我能够理解这种彩礼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这种就是 比如说要房子 要扯呀 中国的这种女性的这些社会风俗 我能理解的 我怎么理解的 我给伙伴们说一下 这压根就是一个省意 所以咱没有办法去探讨这个人性 没法把感情达到这个生活 说像亲人一样 或者是像家里人一样能够舍命 所以说难道咱们只能从金钱上来给弥补 是吧 所以说来金钱 金钱上来表忠心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女人呢 我看来还是很靠不住的 当然我并 当然男人也一样 现在男人也靠不住 我并不是说这个完全的就是一边倒的去站在男性的立场去说女性 这男性也一样 男性也有挺多花货 有POV 所以说这个人性的问题就不好探讨 回过头来说这个胡女士 那她的这种行为 那我作为外人怎么叫好都不会过 但作为家里人来讲 那我觉得这个这这种做法就不明智 也不可去 有的人说的那你不伟大 这个社会就也需要伟大的人 说这个话的人你去吧 是吧 这现在有很多地方是需要伟大 你比如说非洲 吃不饱的 说马里 是吧 赶紧去 是吧 买张机票去 那地方都不用护照或签证可能 是吧 处于战争状态 有没有政府都俩说 赶紧去 人道主义援助 少跟我讲那些大道理 把自己日子过好 这个能够活下来 这是这个最基本 你自己怎么过得开心 自己怎么过得快乐 所以说那些谈什么人性的光伏 在我现在看来啊 我就觉得挺这个荒荒的 我发现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他这有人脸跟随功能 没法看是吧 那我跟随一家 看不着 我的手能看着吗 看不着 不行 他人脸跟随太好了 就是日本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 他会把这个放到旁边的台子上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很好的一个方式啊 就谁过来找啊 一下看到我的耳环呢 我的小玩偶啊 日本人还是真的很好啊 从来不贪小便 也就是捡这个捡那个 相对来讲好多了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调这个日元 他是不是会捡呢 是吧 在这个我估计能不能就踹斗了 是吧 这个就不得儿子了 我从来没见过 看过地上调日元的 完了谁帮旁边了 你包括这个王志安这回做视频 他不说这个说这是由于共产党造成的吗 这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他做这个节目 他就不管不管是王志安 就包括别人也是 因为他们做这个视频 他是有主题的 你比如王志安这视频的主题 就是反共 所以说他既然要反共 他就所有的视频的步调都必须保持一致 高度一致 他才能够从逻辑上进行自洽 是吧 所以说他所有的视频节目 他都必须是一个风格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 这个东西就很假 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风格的 这个东西就很假 就这个人 哪怕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他不会说一件好事不做 他这个人特别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是一个牧师 他兴许 他也有点那个难道女长 是吧 他这辈子讲到都很好 就金钱上面出问题了 这个上面出问题了 那个上面出 有的是吗 那牧师 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没有完美的人 我不知道我是在上一个视频讲的 还是这个视频讲的 我要是讲从了就再讲一遍 大家就再挺一下 也无所谓 我想讲的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个胡女士的她这种行为 到底值不值得人去学习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人 就是中国这个政府也好 或者什么 他是老老是把这种道德的一个宣传 道德的一个标准去放在首位 我觉得道德这个东西是确实非常靠不住的 你包括就是包括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都靠不住 你想一想 你靠道德去去去去去去弘扬这种这种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很无聊 日本的新闻 我跟大家说从来不就很少 我我几乎就没看到我天天宣传什么好人好事啊 怎么怎么又让住了 没有 我没见过这个日本新闻去天天宣传这个 完了又什么舍己救人了 又这些东西 很少去宣传 是吧 很少去宣传 每个人的生命吧 它都是最保贵的 有的人说啊 说这个胡女士 他一个人啊 就了那一车人 他直了 那这个 你从哲学上来讲 你不能说一个人的生命 就 就十个人的生命 就比一个人的生命重要 你这种简单的这种数学家法 我觉得是对人的生命的一个不尊重 那你怎么去决定谁去死啊 是吧 用谁的命去换那几个命 这完全是一个解不开的题嘛 就是 对 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 就是王子安所说 这个是 这回这个事是由于前两天 什么美国人遇刺在吉林 完了在这一种效仿 或者是说一种启发 等等等等 那我想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随机 的事件 真的就像这个当局所说的 就是一个随机 你说他有特别有针对性 我觉得没有 他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你就比如说包括现在我在日本啊 这种事情也很也有啊 也不是说说没有 那你你只能说因为他他他下手的对象是一个别的国籍的人 完了你之后你就就就各种猜想或者各种意想 这个很很无聊的一个事情 那中国人在美国也有被打的 对吧 那美国黑人也有被打 也有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即便有这种事情 我认为也很正常 对吧 就是你有这种 包括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说对日本人的仇视 所以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导致这个人去下手 这个能干这种事的人 他不管你是中国人 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都会去下手 就这种人他已经疯掉了 对吧 他已经就不想活了 所以说你跟他选择这个作案目标 作案对象 以及基于什么原因去选择作案对象 那我要这么说 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我说正是由于当局的这种宣传 才保护了更多的中国人 对吧 你假如说你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那这是一个好事 他没有选择中国人去下手 选择的是外国人 当然我这种假设是 这个就是一个假设 我并不是说这个就应该 对吧 这个事儿压根就不应该出 所以说基于中国人和外国人 这个之间的差别 咱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说中国人的命 就比日本人的命重要 日本人的命就比中国人的命重要 这没有办法去对比 那回过头来说 咱说共产党 说这个靖国神社的事儿 包括说这个 不忘历史的事儿 我跟大家这么说 靖国神社里头 它确实有二战的奖级战犯 它确实跟那地方供了一个牌位 那作为中国人来讲 或者是说作为这个历史上被屠杀的 被欺凌的这一方来讲 那虽然他占卖了 又赔款了又怎么样的 有什么用啊 人都已经没了 人已经玩完了 就像这个胡女士 赔他家多少个亿有啥用啊 又不接受外界捐款又怎么的 我觉得该接受就接受 是吧 这是不是官方让他就捅一口径 该接受外界捐款就接受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就多少钱也弥补不了心灵上受到的创伤 所以说就是你给钱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安慰 它解决不了实质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你要不要记住历史 我觉得要记住嘛 你时刻保持警惕嘛 那有的人说那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怎么就不能忘记呢 怎么就不能忘记呢 那我就想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忘记啊 对吧 你比如说他们国家还有那个 比如说他们国家还有这个 这个 靖国神社里头有二战的甲级战犯 他还敬拜 你敬拜 就还敬拜 你敬拜也就就拉倒了 他还有日本首相去参拜 你比如说你说他那个 靖国神社它是一个私人的地方 对吧 就比如说他就比如一个疯着搞的 像法轮功子的搞的 搞的一个叫跟那个地方打一打 那 它属于个人行为 那可以 但是你政府人去了 那不就属于政府行为呢 那就证明你这个日本这个 整个这个国家 对于这个事情认识的就不彻底 所以说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儿 历史还是要记住的 那你除非你说他改好了 改好了也不要忘记历史 因为什么 我跟大家再这么说一遍 你比如说德国 德国它有一面墙 那个墙是干什么呢 就是忏悔用的 所以那个墙上 印了很多人的名字 而上边的名字 就是当年被屠杀的犹太人 说德国以此警戒自己 说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欺凌过其他的欧洲人 欺凌过犹太人 是吧 其他的人类 永远不要忘记 避免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这个历史能忘记吗 有的人 我就发现有一些人 老说 那我们得向前看 咱们现在是和平的 怎么向前看 你先 你先还原历史 你先认同历史 认同历史以后呢 咱们在 你起码你不能参败吧 对吧 进国神社你不应该参败吧 那之后再谈这个事情 对吧 再一个 那之后才能向前看 那历史呢 也不能忘记 那你 你是不参败的 你心里的还有那个火苗 或者是说 反省的不到位 那也不行 德国反省的 就相对比较到位 这历史是不能够忘记 因为历史总是在来回的重演 总是来回的重演 所以这个就是事情 的本质 不能够忘记历史 而且你如果忘记 那咱们回过头来 咱们 你看这是 有的人说 我就发现了 就是中国人嘛 他是不讲究逻辑的 他讲究立场 就比如说 我骂王志安一句 就不行了 你什么立场 我跟你说 王志安 只要是你反共的 王志安说错了 也是对的 这就是中国人不讲逻辑 他精神不正常 知道吧 就精神不正常 那回过头来 你说你说这个 就是咱说这些逻辑上 不能够这个 自己自下的这帮人 你比如说 他们对日本政府 他说 说我们不要 在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 我们向前看 对吧 就这种 所谓的这个 就反共这一派 但是呢 他八九六四 他天天停 那你怎么就不能说 忘记八九六四呢 对吧 你怎么就不能呢 你忘记就得了呗 他现在不改好了吗 他也没追究 那个什么 你看他也不是说 一直搞什么清洗 什么八九六四 天安门母亲 该活着还活着呢 对不对 完了有一些也和解了 像什么柴林啊 这个那个的 也和解了 除了那些不和解的人 你包括比如说 像乌尔开奇 王达那天天反共的 这部分就没和解 那有的一帮人和解了 该回国做买卖 做买卖 做生意做生意 该投资投资 不也有 不也有吗 大家去查一查 真的有 你财林还有谁谁谁的 有挺多的 当时还有一个说发了大财的 就在中国做投资 搞这个金融 有一个叫什么名 都记不住了 没 我对这个六四 这玩意不怎么关心 我觉得都是骗子 所以这个从逻辑上 就不能够说明白 一方面这帮人说 你们要对日本政府 或者是说 对日本以前犯下的这个罪行 你一定要忘记 就是向前看 另一方面呢 对于共产党过去做的事 就不行了 就就就必须说 他就是一个邪恶的 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怎么样 你包括香港 那你看他香港 他私会合约的 怎么怎么的 那回过头来 我也想说 那英国人统治的时候 也没有给香港民主 他只不过给了香港人自由 对吧 那换个人了 换个人接盘了 你现在跟我来加码了 对吧 你过去的 就比如说 过去的老板 工资一个月一千块 是吧 干的都挺好 一天都挺开心的 我现在回 我现在就换个老板了 我现在给你的工资 还一天还涨两百块 是吧 一千两百块 一个月多给你点钱 完了你还跟我说 不行老板 你这个老板 你得让我住 你得下去 这工厂也是我们大家的 这逻辑上就不正常 完了之后你说 说这英国人特别好 说英国特别好 你看英国这个 这个怎么怎么样 我是指这种 这个普选 这种制度 我就说这个事 咱一码归一码 统治的这个 管理的手法 方式 手段 这个咱先抛开不说 咱就说这个事 咱就说这个事 那你说英国人 为什么不给香港人民主 是吧 完了之后你说 说这个大陆这边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些事情的一个发展 你包括香港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发展 咱们回过头来 咱这么说 你看看那个周庭 是不跑了 跑加拿大去了 你包括这个 我估计以后黄之锋也得跑 基本上这些 你看首要分子 都死不了 但是你看反送中 这些运动当中 死的都是谁 有没有人死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女士 眼睛被打下了 后来说是什么 说是假的 是吧 但是这个事 虽然是假的 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 肯定有人受伤 对吧 你比如说头被打破了 或者是从这个 停车场掉下来 不有一个小伙 说是香港理工大学的 还是什么 死掉了 得当时在一起 形成了国际的一个舆论 所以说在 在每一次的运动当中 死掉的牺牲的 都不是这些领头的人 那回过头来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一场战役 或者是一次反抗 包括你的一个主意 一个主张 你领头的人不死 或者是说 你领头的人不冲在前面 我跟你说 这个完全就是个谎言 你如果不能做到身先士卒的话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谎言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 你看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奇异也好 你包括八九六四也好 你看那些人 现在活的都挺好的 你看那个张伯利 他当牧师了 有的人说 你说他那个被嘴 被怎么被迫害 得病了什么 怎么怎么样 我心讲话 你看看天安门母亲 你的孩子都没了 对吧 那死的死 伤的伤 瘸的瘸 残疾的残疾 你这么样一笔 张伯利根本 他这些领头的人都不算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 大家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意问天影 现在什么事 其实都引起不了 我内心的一个波兰 因为见得多了 了解得多了 有很多的 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些事情 弱者永远在抱怨 强者是不会的 所以说当一个强者 我也有抱怨的时候 就以前老觉得 这怎么怎么样 改变 对吧 做一个强者 改变 就可以 把过去的这种抱怨 牢骚 抛到脑后 就是这样 你包括你看 我做节目 我说我对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我对中国人的不信任 或者是说这么 这个是我对我 经过我的长期的一个观察 我对中国人的 普遍的一个观察 我不知道大家 最近看到没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什么 说有一个学生 他研究上毕业之后 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同学 本科的同学 都给删掉了 他说这些所谓的 就是给你哥朋友 点个赞 点个心的这些朋友 压根他就不是你的朋友 所以说我给他删了 这个事上了一个热手 我认为这个很正常 就是删也对 不删也对 他就是一个泛泛之交 说句实话 如果假如说 我要是特别 怎么说呢 我要是跟朋友圈 发这种特别隐私的 或者是只想给家里人 看的这些东西 那我也会把这个朋友圈 清理清理 点赞的那些交往的那些人 就都清理掉了 这个世界其实身边的朋友 也就那么几个人 没有太多的朋友 需要去分享这么多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以前 比如说有一些无用的这种社交 完全没有必要 包括说什么 什么人脉 这些东西 我特别恶心 人脉这个词 日语里头也有人脉 一模一样 写的汉字都一样 如果我没记错 就要叫什么 金鸭枯 是吧 金鸭枯 好像是 不行 我要叫这 我要查一下 我查一下 我记得对不对 大家稍等 你看 对了吗 对 我可能发言并不是很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说的都对 这评价名 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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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就是这样 我特别讨厌这个词 就是把所有人的相遇 都往这个什么 就利益方面去走 我这个很无聊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 人与人的相遇 我不管别人认识我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我认识朋友什么的 就是为了开心 就咱们大家在一起 我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开心了 我挺快乐的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一个目的 如果假如说我跟你在一起 我获得不了开心和快乐 是吧 我仅能获得 你好像我跟你交往以后 我能从你来获得什么利益 那我就离你远点 没啥意思 我跟你什么都合不来 就是为了这个一个面子 跟你搁这 为了利用你 我跟你交往 这太无聊了 是吧 浪费我时间 浪费我生命 就没有那个必要 那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 也录了半小时了 那有的人会问我 哎小宁 要遇到这种事 你会不会这个去救人呢 或者怎么样 是吧 这种拷问人形的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这么说 年轻的时候我会 现在的我 我绝对不会 是吧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我不会 我跟王志安的区别吧 或者是跟那些 就是反共的自媒体也好 或者是亲共的自媒体也好 就不管哪个 他们都会跟你说 我们要向他学习 他是英雄 或者怎么样 包括说 怎么怎么样 自己重告的一个敬意 什么的 我跟大家这么说 如果我是这个胡女士的家人 我一定不会让他 我一定不觉得有什么光 我悲痛死 我一定不要让他用他自己的生命 去挽救那些日本人的孩子 并不是说民主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孩子 也不要去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人说的真话 你怎么能会去让一个人 比如说让一个女性 她也有家人 也有孩子 去用肉身去挡那个岛 对吧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 谁是专业的警察 对吧 在警察来之前 那这个事情 你能管管 你管不了的话 那就不要过 你也看一下敌我 这个武力 这个悬殊不悬殊 你老当那个董神瑞 黄继光 邱少云 是吧 你去那个赌枪呀 那那个年代 他们确实是英雄 为什么 他是战士 战士有责任包家卫国 因为我就是吃这碗饭的 我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他冲上去值得表扬 而且这个也是 他的职责的一部分 但是你作为一个就是 就是怎么说 我听王志安讲 这个胡女士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孩子 说是交到这个 打个电话 说跟这孩子家 家长联系 给他送回去 就是接送孩子 是吧 保证这个途中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他说白了 就是一个送孩子的一个人 对吧 他一个月就挣那么几千块钱 我估计可能 苏州的工资高一点 他能赚个四五千块钱 不好说 是吧 你四五千块钱 你就要付出 付出四五千块钱的一个责任 就完事了 是吧 他这也不是说什么 这么公务员 也不是警察 也不是怎么怎么地的 就是那些东西 我估计可能四五千 都不见得有 苏州虽然经济发达 但是 对于这些 这些 这些在苏州生活的 普通的民众 他能有这些钱吗 我不太了解 苏州的这个物件 你像沈阳的话 那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 三千块钱左右 有的说 说沈阳说什么 每个月不说五六千吗 平均工资 我说那五六千 那个是没扣完 五险一紧的 你别老聊 那个税钱的事 能不能聊一聊 税后的事 你就到手 你可支配收入是多少 你可支配收入 不就能够两三千块钱 所以说 就是 没有必要 就为了一个 就是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承受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或者是说一个工作 你压根 你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责任 对吧 你也不是什么安保人员 是吧 你也没有那个责任 你也没有挣那份钱 以前人都会去选择饭跑跑 大家记得吧 我当时也选择饭跑跑 我说这个人诸葛不如 你怎么能不管孩子呢 是吧 你怎么不能体现人性的一个光辉呢 当然现在也是 他也是诸葛不如 体现不了人性的光辉 但我想说 说在这种灾难的一个面前 他先跑 他先跑了 他失职了 对吧 他作为一个教师 他失职了 饭跑跑了 但是为了活下来 你说他又有什么处呢 他又有什么处呢 对吧 如果道德可以续命的话 我宁愿不要道德 为了道德 为了一个面子 为了什么 命都不要了 我觉得精神不正常 面子这个东西 值多钱呢 五块钱呢 十块钱呢 一百万呢 精神不正常 所以说我现在最反 最反感什么 用去道德 去约束他人 我认为就法律就可以 是吧 你能把法律先遵守好了 能整明白了 咱们在谈道德 在搞上 现在法律都整不明白呢 是吧 你看那个微博上面 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怎么的 你看有多少人 在微博上违法 那骂那个人 骂的那个磕了八成的 都在违法 是吧 就处理不过来 能处理过来就好了 是吧 就都能处理了 就处理不过来 太个上面骂了 说这个 说那个 要不然那个粉头 问那小姑娘怎么死 所以道德是 约束不了人 我特别反感进行 道德的宣传 或者是所谓的 道德的这些教育 因为基本的法律 都没整明白 你把基本的法律 先整明白 基本的法律 遵守了 对吧 你宪法有什么 游行示威出版 什么解释 就这些自由 你先整明白了 对吧 你先整明白 你先把宪法的那些自由 先整明白了 咱在谈道德宣传 我最反对的 就是国内的这种 道德宣传 哪个贪官 在位的时候 不说我 就是贼清廉 哪个不整得自己 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贼清廉 是吧 都没跟男的结婚 就怀孕了 圣灵就改孕了 一点都没被玷污 是吧 都没有两性的 一个结合 就就怀孕了 哪个都像圣母玛利亚 你看看下台了以后 全是什么 与女子有不正当性管 去全那套城 非法收受什么贿赂 怎么违背党的初衷 还有什么来的 是怎么的 就是让党伤心了 是吧 其实跟大家探讨的人性话题 可能有点沉重啊 但这个是真实的一个事 所以我现在也挺能够理解那些 就比如说 你比如说以前那个女生跟我说 我另一半要掉水里头了 那我也不救 那谁救他 也怎么怎么 我也理解 但真的给远离这些人 真的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虽然你理解他 但是说话不得体 说话不得体 这个事是事实 我也能理解 但不能那么数 是吧 你可以选择不数 而不是说假话 要说就说实话 是吧 做不到就说做不到 像我一样 实话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说不要是 不要说天天整 就是总是把这个道德画在嘴边 那样人通常是骗你 但是你说吧 这个事吧 你也不能说 就是太小气 就太小气巴拉 是吧 你这个完全就 不顾他人的感受 或者是完全没有道德 这也不行 过犹不及 我指的就是这种 比如说什么舍命 这种重大问题上边 这种道德的一个学习 宣传 说怎么怎么样 模范 空手接人 就比如说谁要跳楼 空手去接 我认为这种宣传 什么外卖小哥 又给他奖励十万块钱 又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宣传 这是一种误导 这纯粹是精神不正常 他要死 让他死 人想死的权利都没有 对不对 你是对他的一个不准重 同时也是对好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侵害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要消防员干啥 消防员全去徒手去接 那不有那个气垫吗 那你说的 那气垫不敢探 不敢探算他点倍 对吧 他那有的要自杀的 要死要活 这不想活的 让他走 让他走 我说这话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看我视频的都不理解 是吧 不理解 没事 是吧 慢慢理解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可能听我的话 立马就炸毛了 你这小宁 你这道德标准太低了 你这怎么不能舍命去救别人呢 怎么就开始装道德表了 是吧 你等你完事 就是等你在往后 等你真正的就是 随着你阅历的一个丰富 是吧 这个年龄的一个增长 包括眼界的一个开拓 你慢慢就能理解我这句话 我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记得是以前一个 我们的地方 有个所长说过 是吧 咱那所长 姓啥我都忘了 叫什么说的 都忘了 忘了 家里挺有钱的 他靠着他那个 对 他靠着他什么来着 他靠着他哥 他哥 当时哥咱们那个县政府 当那个副县长来着 好像人大的 后来进去了 他哥进去了 怕了多少年 我忘了 就是贪污受贿 但他弟弟还行 没受牵连 他弟弟就靠着他 哥的一个管 完了 往这个各个机关送东西 就是过年过节分年 瘟儿他全垄断了 老钱了 所以说挺有钱 就这么 他就说 但是他儿子是脑瘫 现在可能都死了 后来死掉了 脑瘫死掉了 他就说 他说 那人想死 你就让他死 是吧 有什么可救 自己自找 我以前一听 我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你的道德水平 太刺了 是吧 但后来 我想了一下 大家想一想 他的儿子想活 他活不了 所以说 他对这些要死的人 他压根就理解不了 所以说 每一个人 他站在不同的一个心境 他考虑这个问题 他都是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 考虑问题是一个样 等你年长了以后 考虑问题 又是一个样 那哪种想法是正确的 我跟大家这么说 哪种想法都没有错 问题在哪 你年老了以后 你考虑的问题 更利于你生存下来 你年轻的时候 考虑的问题 更利于什么 理想的一个社会 就是你要达到 圣母玛利亚那个级别 你年轻的想法 是要做圣母玛利亚 你年老的时候的一个想法 或你成熟以后的一个想法 你是想做一个人 这是两个层次 是吧 当然你要能达到圣母玛利亚 那个境界呢 那我觉得 那就给找狐女是觉得 是吧 但是如果假如你想做一个人 生存下来 那你就得理解这个世界的生存的 游戏的一个规则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 那我今天的视频 就做到这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会儿要去这个买点吃的 就是这个地方 我天天搁这个地方买吃的 卖的东西特别好 完了晚上呢 这个便当有打折 但是打折的时候 我买的很少 因为我觉得这个打折不太新鲜 所以说我一般就 在那个正常的时间去买 或者是说买一些这个 就是食材回家自己做 那我今天呢 应该也是去 去买食材自己做 除非它有卖鱼饭 卖鱼饭打折的话 我回去买 因为卖鱼饭确实在这边特别贵 但是特别好吃 那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伙伴们再见 拜拜